對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寺麥說 期望香港告別劏房和農屋 盟政象官林鄭月娥說 為達成有關的遠景 會三館齊下 解決香港的房屋問題 永久性的供應房屋 需要一段長的時間 比如6至8年 過渡性房屋先建一些 所以現在我們已經找到地 就是15,000個單位 由於現在我們推廣的方法 是組裝合成 那些組裝合成 做過渡性房屋真的相對比較快 所以希望在這兩年內 這15,000個過渡性房屋 是可以落成的 另一個就是提供現金津貼 給一些排了公屋超過三年 又合乎其他資格的家庭 稍微舒緩一下他們的情況 第三方面就是 在法例上推出劏房的租務管制 當然 很好 對 對 真的 人